好,大家好 在上次我们学了币包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含义 一些理解之后呢 我们这次呢就接着上次的讲 这次讲解的话 主要是基于我以前学习 JS币包方面的一些困惑的点 通过阐述这些我曾经让我困惑的点的话呢 希望给大家对币包的一个理解能够有更深入啊 第一点呢就是关于币包的话呢 一般都可能会有两种表述 这两种表述的话呢 我都觉得都是正确的 第一种表述的话 就跟我们在sovereign测试 这个浏览器测试的时候看到的结果一样 它的表述的一个含义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币包啊 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函数 以及被这个函数封闭 捕获的那些并量 这个并量啊 要说明一下 等会我们会说明这个捕获的并量的一个范围啊 这是一种表述 这种表述呢 我是比较倾向着这种表述 那么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表述 另外一种表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币包是一个函数 它是说这个函数是个币包函数啊 指的是它 但是呢 它同时这个函数呢 会后面跟着一个脱油瓶一样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被它捕获的一些变量 比方说A啊 B这些东西 这也是一种表述啊 我觉得这两种表述呢 都正确 按照维基百科以及我自己倾向的话呢 我觉得第一种表述的更准确一些啊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纠结这个问题 了解它的本质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个情况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的 在GS里面啊 GS里面是不是一定要在那个负函数里面去了 就是说一个函数出现在另外一个函数里面的时候 才会产生币包 这GS层面的话 我觉得是的 如果在别的语言的层面的话呢 就不一定 这是这个地方要说明的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 前面已经印证了 我就不准代码的例子来说明 然后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说有一个函数呢 一个函数它没 它如果没有用到负函数的一些东西 那么它会不会产生币包 这是这个 这个地方我们呢 就通过代码来说明一下啊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 生命了一个函数 F1 然后在这里呢 定义了一个变量 等于10 但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生命了一个函数呢 我压根就不用负的一些什么东西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会不会产生币包呢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 在这里呢 就调用一下 然后在浏览器里面运行 把这里加个断点 进入这里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根本没有close的选项 就说明它呢 如果你没用的话呢 它就不会有币包的这个问题啊 这是第一 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的话呢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虽然是用了负的东西 但是呢 我 我不是用了直接的负 我是用它负的负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呢 再 内部再生命一个函数 F3 而在这个F3里面呢 我没有用F2的任何东西 比方说我在F2里面 还定一个币量等于10 等于20 然后F3呢 它不用它直接的负 而用它的负的负 就是这个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呢 就用一下 M 这种情况下 它会不会产生币包呢 当然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调用一下 我在这里测试一下 刷新 然后呢 这里加个断点 再刷一下 你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啊 它没有直接用负的东西 而是用了负的负的话呢 它也会有币包 也会把那个M的补和进来 这就是第四点的问题 这是这个啊 第五点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就记住我们前面的测试 或者我们刚刚的测试 因为你在别的地方 看一些资料的时候 它通常举的例子 十篇文章里面有九篇 都会把这个内部函数 就是 指函数呢 它会返回去去 其实依住我们的测试 我们这个函数 根本就没有在外部调用 而是在这个 还是以这种结构 一个F1的负 然后在这个负里面呢 F2在这里调用的时候呢 它也会产生币包的啊 不一定说非要把这个F2 跳到外面去 变成这样一种F2的结构啊 所以说函数不一定要 非要从F1里面返回 就才能产生币包 不返回 它也会产生币包 这是第五个点 那么第六个点的话呢 就是那个创进时机的问题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讲了一点 这次课呢 我们就再把它说一下 用说清楚一点 就是什么呢 那个币包是什么时候创进的 上次一个我们就讲了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在这个函数F3被创进时 那么这个F3被创进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F2被执行的时候 执行的时候 它不是经过日处里接单 是不是啊 经过日处里接单 把N会加到那个词法环境里面去 但是呢 不会把啊 当然这个比函数声明的方式呢 它也会把F3呢 加F2的词法环境里面去 啊 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在日处里接单 等到F2执行的时候 执行到这里一行 然后执行到这里的时候 就会把函数声明呢 创进出来 此时 我个人觉得是币包就 就已经产生了 因为有两点 第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点是我们在这里加个淡点 这行代码还没有真正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在那个浏览器的调试工具里面的话 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币包的那个并量 已经有数据了 这是第一个解 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我们 我们在那个写了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直接在它最顶部写的 Council 顶落个一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会 函数 我们会发现这个输出的那个结果呢 是这个函数的一个字符上表示 并且它能够完整的输出那个函数里面的东西 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 说明这个F3被创进 但是还没有被真正执行的时候呢 它已经对F3里面的代码进行扫描 当它发现这个F3里面的东西 会用到它的复或者它的复的复的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是已经创建了币包 很遗憾的是呢 这个时候我们接受开发工具的话呢 是看不到的 只有到F3真正被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接受浏览器的开发工具呢 才可以看到那个币包 以及被捕获的那些东西 并量的情况啊 这是那个创进的一个时机 要解释一下啊 所以说说到这里的话 基本上跟我们前面学的作用论 就可以联系起来 为什么因为在创进的时候 这个F3没有被执行 所以是一个词法分析阶段 就是说在扫描啊 读取这些F3里面的字符串 就因为代码就是字符串嘛 读取这些字符串的时候 它就会这个阶段就属于词法分析阶段啊 这个扫描的过程中就会把这些东西呢 识别出来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 所以称之为它是静态的 因为它是在一个纯粹的一个分析 字符串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分析阶段 所以它称之为一个静态的作用率 这是这一个 就是因为是这个情况呢 所以说你的F3即是跳出去了 因为它的那个东西呢已经经历起来了 币包已经经历起来了 所以说你跳出去或者不跳出去 都会产生币包 这是这个创建时机 而说到这里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就是什么呢 币包的本质是什么 你理解了这里的话 其实币包的本质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形成的一个作用御令 因为在创建F3的时候呢 它就会创建一个 给F3加一个scope的这个属性 而这个属性呢会指向它负的F3负 在我们的这个蛋白里面呢情况的话就是F2的L1 相应的这个F2呢它也有一个scope 它也会指向F1的一个司法环境 所以说币包的本质就是因为JS支持这种作用御令 而且还支持函数里面倾倒函数 才会导致有币包的可能 就是这个染影 币包就是这个作用御令 所以说为什么说那个作用御呃 称之为词法作用御 称之为静态作用御 称之为币包的一个本质的染影 就是在这里啊 如果你把这些理解的话 我觉得币包的话基本上已经理解了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啊